102年全中域桌球項目12號勝負的賽程已於上午全部結束 而下午1點半的賽事則是進行敗部的四強賽 由東山高中出戰泰山高中 最後東山擊敗泰山為敗部冠亞 雖然勝負將不影響晉級 但很有可能影響抽籤後的對戰組合 這場比賽對雙方來說壓力都不小 因為輸球的最有可能必須在八強賽面臨遭遇強對 海山高中或是浮城高中 而第一點賽事 東山陳一鳴和泰山林育群雙方你來我往互不相讓 只要林育群搶下一局 下一局陳一鳴就能夠頒平戰局 就這樣雙方很快的就打入關鍵決勝局 最後林育群靠著穩定的回發球 為泰山搶下第一點的勝利 而第二點雙打的賽事 東山林信右和施衛和 面對泰山的岩上倫和黃品符 打來輕鬆 雖然在贏了前兩局後 第三局遇到了一些小亂流而掉了一局 不過東山靠著林立的直線和斜線攻擊和穩定的揭發球 在最後一局以11比6搶下第二點的勝利 將戰局打平為一勝一敗 東山高中隊長王燕飛在戰局僵持的時候 成功扮演突破將局的關鍵角色 對上泰山防守型的選手陳宣懷打來毫不留情 完全不受對方切球策略性引導失誤影響 穩健的攻下陳宣懷防守回來的每一球 第三點王燕飛就以11比4 11比9 11比6 順利搶下超前戰局 兩三一敗領先的東山高中最終正式派出江維浩和施學行結尾 泰山 吳敬旭和林世平則是完全沒有造假能力 在東山靠著強烈的氣勢和穩定的接發球掌握戰局 以11比6 11比8 11比5 搶下第三點 東山高中最終以3比1 擊斑泰山高中取得勝利 記者 陳冠宇 肖宋偉 張瑜軍 陳玉婷 宜蘭報導